BC省政府周一概述了为期三年的毒品非犯罪化审判的细节 从周二开始 携带多达2.5克毒品供个人使用的成年人 包括阿片类药物 可卡因和MDMA 将不会被逮捕或起诉 目的是减少吸毒带来的羞耻感和耻辱感 自2016年以来 有毒药物已在BC省造成近1.1万人死亡 BC省政府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毒品合法化 该省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这项豁免所涵盖的药物仍然是非法的 根据管制药物和物质法 无论数量多少 销售或贩运受管制物质仍然是非法的 该省表示 这只是对抗有毒药物危机的第一步